2500个零部件 构筑全球最复杂单体机电产品 记者探议 首搜国产大型邮轮建造难度 现在平均每天要有3000人以上 但是到上面去看一看 也基本上都看不到什么人 因为这个船的面积太大了 今年前两月 我国造船业新街订单量 占全球市场份额62.8% 中国如何以硬实力 推动船舶工业乘风过浪 扬帆远航 去年大概接单在25条船左右 90%是采用了替代燃料绿色燃料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我们来关注船舶制造业的新消息 就在4月6号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与法国达菲海运集团 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 协议包括建造两型16艘大型集装箱船 金额达210多亿元人民币 创下了中国造船业一次性签约集装箱船 最大金额的新记录 给红火的中国造船业再添一把火 实际上今年前两个月 我国造船业新街订单量 已经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62.8% 在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的同时 通过优化产品结构 大量高技术船舶已经成为 中国造船业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 眼下在长江入海口 我国第一艘大型邮轮 进入了交付前的调试阶段 因为设计建造难度极高 大型邮轮与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航空母舰一起被誉为 造船工业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也是目前中国人尚未摘取的最后一颗明珠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要先跟随记者的镜头 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5月26号出屋 那基本上后面是要24小时连周转了 这个活 马林是我国造船界屈指可数的 几位女性高级调试工程师 从业20多年眼下 他正在调试的是我国的第一艘 国产大型邮轮 这个驻立在长江入海口南侧的 庞然大物 预计5月底出入 7月开启试航 今年年内交付 马林所负责的调试工作 正是这艘巨无霸建造完工后 交付前的最后一道 这个灯要亮 喇叭要响 然后所有的水龙头一开 有冷热水供出来 电视机要响起来了 网络也可以用了 那这些事情全都是要靠调试团队 要把它做出来的 一艘大型邮轮 就好比是一座海上的移动城市 邮轮在大海航行 要经受风浪考验 要自己解决供水供电排污等 基本问题 在有限空间 实现如此繁杂的功能 难度可想而知 也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装备建造能力 和综合科技水平 作为目前全球最复杂的单体积电产品 这艘大型邮轮的零部件数量 多达2500万个 相当于大飞机C919的5倍 复兴号高铁的13倍 线缆超过4300公里 约等于上海到拉萨的距离 是提供控制信号 这条船它也是个智能化的一条船部 所以所有的上面用的娱乐设施 照明设施 这些都可以通过中央控制系统 来进行整体控制 在邮轮建造过程中 不仅线缆布置复杂 重量也是个极为敏感的因素 首艘国产邮轮 船身自重约6.5万吨 自重每增加一吨 意味着登船物资或人数就要减少 为了从源头控制重量 它大量使用了4至8毫米薄型钢板 为此外高桥造船 还专门打造了生产薄板的智能车间 采用激光切割 激光复合汗等技术 提升薄板调运切割 加工和建造的效率与精度 在对海外邮轮建造技术的消化吸收 融合创新的过程中 我国船舶工业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 自身的邮轮建造体系和标准 它的一些特殊的制造的材料 像保管工艺 这些方面需要我们重点去研究 要么还要像人员的造生防腹 还有在建造过程当中防火安全 我们邮轮建造当中 不断地把我们的技术经验 总结形成标准 同时这个标准也要形成体系化的 形成一个全面的一个 可以布局到各个方向的这种 整体的一种架构 为了高效完成建造工作 这艘邮轮从设计之初 就采用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通过自主开发的新一代造船管理平台 把传统施工现场的图纸 变成了一个个平板电脑 实现大型邮轮2500万个零件 从设计 采购 生产 建造 调试到交付的全时段追踪 而调试工程师马林 与设计建造部门一起 从2500万个零部件中 抽取了10万个调试检测点 从刚开始的设计 采购所有的钢板 以及这种2500万零件进场 最后的涂装 然后洗装的安装 所以算下来是一双手 最起码这么多部门 然后每个部门下面 还有各种各样的专业 从这艘邮轮建造之初到现在 这段从办公楼到邮轮建造现场 步行不过10分钟左右的路 马林已经记不清走了多少遍 实际上现在平均每天 要有3000人以上 但是其实就算是 这3000人在船上 你到上面去看一看 也基本上都看不到什么人 因为这个船的面积太大了 这艘足足有24层楼高的大型邮轮 投入使用后 最多可容纳6500多人 住宿和休闲娱乐区 共有14层甲板 超过4万平方米的公共区域面积 配置了多个餐厅 剧院购物区 水上乐园 健身房 篮球场等 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设施 目前大型邮轮是中国造船工业 唯一尚未完成的高技术 高附加值船舶产品 能够制造出完全符合 国际标准大型邮轮 意味着我国造船技术的 一个新的飞跃 它将让中国成为 继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分缆后 全球第五个有能力建造 大型邮轮的国家 从邮轮手足船建造之后 其实民船和海空装备的产数 是没有减少的 通过手足船这么一个建造 引领我们革新竞争力的提升 能够在国际市场上 能够抢到更多的民船订单 首艘国产邮轮出具规模 而当数千人 在为最后的交付而忙碌的时候 在一旁的焊接生产车间里 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着 第二艘轮轮的零部件 王明秋是一家研发 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的 总工程师 这些正在自动焊接 传体零部件的机器人 就是出自他的团队 点焊的这个位置正常不能靠在这个顶端 我们会要求就是说装配有模式 比如说你要 对这边的激光行为 对对 所以我们会要求你们这个装配会有 下上提大概五厘米左右 第二艘国产豪华邮轮的总长度 达341米 总吨位超过14万吨 相比第一艘又大出了一圈 但交付周期却比首艘邮轮 压缩了整整六个月 从焊接上面来看 它这边的话可能提升在50%左右 但是如果从整个产业这个链 这个效益来说 它可能提升了两倍到三倍左右 为了能尽快完成订单 制造部负责人 希望将智能焊接机器人的作业工位 扩大规模 我现在有八小那个服装厂线 总装厂线量还要大 比邮轮的量还要大 这一家公司订单源源不断 这是中国船舶工业过去40年里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造船业完工量 新街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 国际市场份额均保持世界第一 连续13年位居全球榜首 今年前两个月 我国新街订单量达到925万载重吨 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62.8% 2003年我们新街订单中 散货船的一个占比可以达到50% 2011年接近了70% 但随着后面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 散货船的占比已经降到了接近40% 但是另一些船型 比如像集装箱船 还有LNG船代表的气体船 绿色部分的占比是在增加 那么也能反映出我们新街订单的 船型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表现了我们这个新船订单 这个技术含量是越来越高 订单增是明显的集装箱船 是中国船舶工业的另一个亮点 尤其是超大型集装箱船 一直是世界上公认的 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船舶之一 近年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超大型集装箱船装箱量 不断创下新纪录 3月23日 我国自主研制的 全球最大的超大型集装箱船 在青岛港完成装箱作业后 完船离搏首航 这艘船的甲板面积 近似于四个标准足球场 最大堆箱层数可达25层 相当于22层楼的高度 一次可装载创纪录的 24346个20英尺标准集装箱 是名副其实的最强带货王 实际上 这艘海上巨无霸 去年12月份 在江苏太兴 扬子新浮船厂 完成船体建造时 水面以上高度 就已经达到约50米 接近长江下游 三座跨江大桥通航的 最大高度 因此船体的上部结构 需要过桥后 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 太苍杨子三井船厂 完成接力建造 编队总长度740米 江苏段拖带里程达125公里 此次拖带 长度和难度 双双刷新了长江通航史记录 江苏杨子江船业集团公司 目前手持该船型订单6艘 这艘全球最大的超大型集装箱船 是其中之一 预计年内陆续进行出江试航 并全部完成交付 他也刷新了3月9日 有中国同航创造的记录 就在3月9日 有中国船舶集团 互动中华造船厂建造的 超大型集装箱船 交付客户手中 它可承载24万多吨的货物 防线是应该从我们中国宁波 到欧洲的应该是到路特丹 现在的我们大型集装箱船 它服务行数可以达到20节以上 应该说就像重载的高速列车一样 在实现这种跨洋的 这种主要的港口之间 快速的装卸 那么实现这种货物的快速的流通 甲板上一排排整齐排列的 就是它的绑扎桥 集装箱会在绑扎桥内进行安装 集装箱它是装在这个位置 这是锁钮 集装箱放在上面之后 通过这个锁钮一般 可以把它紧紧地固定在这个舱盖上面 它从这个平面 可以一直放14层的集装箱 要超过这个 这个红颜色的呢 我们叫集装箱的这个绑扎桥 这个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银色的杆 这种都是专门拉住集装箱的 因为集装箱有很多 它要把集装箱再紧紧地拉在这个下面 这样通过一层一层的固定 为了最大限度的节约空间 在装箱之前都会通过仿真软件进行试装箱 随后把数据提供到配送中心 船员呢是根据就配送中心提供的这个数据 去布置整个这个集装箱的堆放 这艘集装箱船首次采用气泡减阻系统和轴带发电机系统 既能装载更多货物 还能减少燃油消耗和碳排放 可以减少相应总量的3%到4的一个碳排放 然后全年呢这个可以减少6000多左右 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燃油和天然气 双燃料集装箱船的突破 各种新型的清洁能源 天然气包括甲醇 那都是以后未来的方向 我们国家的无论是材料工程 设计能力 工程管理能力 包括我们船厂的运营能力 都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 当集装箱运输船接连刷新记录的时候 LNG运输船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上海长兴岛造船基地的岸边 8万地方米的LNG运输船 大鹏公主号于2月18日正式交付 这是中国船舶集团旗下 互动中华造船有限公司 与今年完工交付的首艘LNG船 LNG是液化天然气的简称 作为特种船舶 LNG船能在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下 运输液化天然气 并尽量降低其蒸发率 如果液化天然气从裂缝漏出发生气化 顷刻就会爆炸 因此LNG船对安全性的要求极高 建造难度堪比航空母舰 直接跟天然气接触的阴瓦材料 我们也称之为阴瓦钢 它是含裂36%的一种特殊的合金钢 从常温20度到零下163度 几乎不收缩变形 阴瓦钢的厚度仅为约0.7毫米 机器焊接只能完成90% 剩下10%必须由人工完成 相当于在宣纸上施工 还要确保没有泄漏点 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2022年包括互动中华在内的 中国船企全年承接大型 LNG运输船订单55艘 在全球LNG运输船的市场份额 从2021年的12% 跃升至超过30% 日均焊接800米 是整条产线提出的新标准 因为我们在20年25年 连产要达到10艘船 包括我们这个部门 也自我加压 希望今年所有船舶 都能够有所提前 这样为我们明后年的 这个交船 更多的交船任务 能够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实际上LNG船最核心 也最难建造的部分 是薄膜液货舱 目前全球薄膜舱 主要有两种技术路线 当互动中华选择在 No.96型薄膜舱 寻求更高效率的时候 同在上海的江南造船 则开始试水 Mk3薄膜型液货舱 总长近230米 行宽36米 这艘为能源企业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量身打造的 7万9800立方米的LNG运输船 在今年2月出入 并预计年底前交付 服役以后会将来服务于 我们在澳大利亚 包括东南亚一带的资源方 把LNG运回到国内 甚至有可能运回到其他中央地区 做一个区域性的一个LNG贸易 这艘船装备的Mk3薄膜型液货舱 货物蒸发率更低 载货量更大 这也标志着我国船企 已经具备当前主流LNG船 所有技术路线的建造能力 近年来全球LNG船的需求 呈现爆发式增长 为抢占这一高富价值市场 江南造船 今年也开启全新的 双物双线建造模式 今年整个一个下水出的量的话 要较去年的话要翻一翻 也说今年来达到20艘船的 一个下水出的一个状态 承接到在整个市场中 占有30%的这个风格 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第一个还是因为 中国船船工业企业 在LNG运输船的这个建造方面 我们的技术能力 这个建造的工艺 以及我们的整个管理经验 液化天然气被认为是 像零碳过度的重要清洁能源 而像绿色低碳转型 也是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力点所在 数据显示 在全球新船订单中 有超过49%的 双燃料绿色船舶订单 均由我国建造 这数据比去年提高24个百分点 在辽宁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的 一家造船厂 船舶工程师薛国良 正在设计他们2022年新街的一批 甲醇双燃料动力船 这批订单包含五艘 两万四千标箱的集装箱船 而研发这种动力类型的船舶 他们也是第一次尝试 甲醇双燃料的绿色动力船型 现在形状的客户越来越多 2020年我们一共新制的 五手甲醇动力的超大型机船船 合同竟然超过了12亿美元 在广州的另一家造船厂 向今里介绍 2022年他们已经交付了 四艘甲醇动力双燃料船 目前还有两艘正在建造阶段 相比他们更早研发的 液化天然气双燃料船 甲醇的获取来源更广泛 制备过程也更绿色环保 LNG常温是气态的 需要在低温储存 使用时需要把储存液态的 自换成气态模式 甲醇常温是液态的 常温储存即可 储存和输送比LNG更加简单 我们去年大概接单 在25条船左右 90%是采用了替代燃料 绿色燃料 将来的发展有可能是 逐渐向碳中文燃料来逼近 那么碳中文燃料实际上 就是接近零碳的燃料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数据显示 2022年甲醇作为 船用绿色替代燃料 表现亮眼 全年已经有43艘新造船 采用甲醇动力 仅从绿色动力船舶的 市场份额来看 全球新街订单中 绿色动力船舶市场份额 从2021年的30% 提升至2022年12月的51% 国际海事组织 一直都在推我们海运 温斯基地减排的进程 就要通过替代能源的转换 来实现更高的减排计划 所以说采用绿色动力能源 是一个大的趋势 绿色动力船舶 行稳致远 离不开绿色的心脏 而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 依然领跑 2015年底 中国船舶集团接到了法国 一个海运集团的订单 想要开发出世界上首个能使用 柴油和液化天然气 双燃料低速发动机的巨型集装箱船 双燃料发动机研发的艰巨任务 就交给了中船动力 双燃料发动机采用的是一套双燃料系统 在系统切换时 液化天然气将会逐渐取代燃油 成为发动机的核心燃料 在保证动力的前提下 它的二氧化碳排放可以减少20% 颗粒物流氧化物的排放量 可以减少99% 经过中船动力海内外设计团队的通力协作 经过将近两年的漫长的设计过程 2017年下半年 双燃料低速发动机进入制造环节 就当我们认为这台机器 已经快要成功的时候 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突破的 具有国际性的难题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发现钢套快速磨损 气缸钢套的快速磨损是发动机的致命上 而对于世界第一台巨型双燃料低速发动机来说 这更是一个从没碰到过的重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中船动力的研发团队 工程技术人员 一线工人和设备供应商 组成了庞大的联合研发团队 光团队的核心人员就接近百人 我们一共准备了七套活塞环和钢套的摩擦服方案 同时还准备了另外两套 钢套的修改方案 没有经验可学 国际上没有 国内也没有 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去实践 每一次方案的修改都意味着 推翻重来和巨大的工作量 一个气缸套的重量将近20度 而气缸套上面还组装有气缸盖 排气阀 喷油器等一系列的组件 加起来大约就有一百多个 一台柴油机的12个缸套全部换下来 24小时不停 最快也要两到三天时间 这还只是拆装 拆装之后我们还要进行试车 这个时候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 就要钻到柴油机的 我们俗称柴油机的肚皮里面去 在五六十度的高温下 人钻进去 举着手电筒观察 一次次修改方案 一次次重新制造 反复调试 整个团队通力协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2020年5月 世界首台最大的船用 双燃料低速发动机 终于研制安装成功 并通过了法国船东的验兽 如今 中船动力生产的各种型号 大型双燃料发动机 已经完全领先于世界 在这个产品领域 市场占有率为百分之百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看到 大型邮轮 超大型集装箱船 大型液化天然气船 绿色动力船舶 各类新船订单应接不响 造船企业一派繁忙 造船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 彰显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 全球最重要的造船中心之一 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 不仅积极抢占市场份额 更在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订单中高技术 高附加值船舶的比例 以技术创新推动船舶工业的 高质量发展 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 扬帆起航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